喂 来啦 众所周知小心的外公是大男子主义 这也是为啥他不让广志道歉的原因 外公不喜欢他随便道歉的性子 因此决定要将广志的毛病纠正过来 在此之前外公还给他示范了一下 然后便有了开头的一幕 像这种几十年的夫妻可以说相当默契 外公一只生外婆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一连环的服务给野人父子看的拍手叫好 用外公的话说男人只需负责家里的大事 那些琐碎的小事交给女人做即可 甚至于出门穿什么衣服都交给外婆决定 之后在外公和马铃薯的蛊惑下 广志大胆地尝试了一下 呃 呀吼 那我也来诊息一下破例看我的厉害 由于没有老婆马铃薯只能招呼妹妹小葵 在她的吩咐下小葵乖乖拿来内裤并套在头上 不准拿我的内裤来管 之后外公改变策略决定从体魄练起 而九州的男子要锻炼体魄必须得用木剑才行 父子俩在外公的强迫下上来就是一百组 一百组完成后也不给他们休息的时间 接下来要训练的是九州男子的精髓 男子汉得一以贯之 透过身体达到身心合一 然而所谓的训练就是模仿搓藏的动作 另一边的母女三人也聊到了夫妻吵架的事 听到原因的外婆和真牙相识一笑 事已至此广志似乎并没有食言 这次不就是全家一起回娘家旅行了吗 夫妻吵架解决咯 夫妻矛盾解决当晚外婆做了一桌子菜 只是看着外婆被外公呼之急来的样子 美牙不免范嘀咕 然而真牙告诉她 那其实是外婆的策略 现在外公不管什么事都少不了外婆 以至于她遇到重要的事都会听外婆的 这招你也可以用用啊 也对 不过啊 我看恐怕很难哦 你家那个和我们家的老爸差太多了 别人家不养闲人 谁能想到这奇葩的一家人 放着好好的房子不住 偏偏要在狭窄的走廊打地铺 这样感觉就舒服多了 太好了 嗯嗯 好舒服 好舒服 最近这段时间不知是何原因 每到半夜三更小葵就会定时哭闹 只是这样可苦了美牙这个大妈的 直到一路安抚到走廊小葵才肯消停 然而就在美牙捏手捏脚要回去睡觉时 小葵又突然睁眼继续哭闹 怎么回事 看着怀里不肯消停睡觉的闺女 美牙最终还是认命了 待到早上广之醒来发现旁边没有熟悉的声音 四处寻找发现美牙竟睡在了走廊里 没办法呀 小葵他只肯睡在这儿啊 由此可见家庭主妇也并不是那么好当的 也不知小葵为何对走廊情有独钟 就连午睡也要缠着美牙陪他到走廊睡 待到一个小时后小葵睡饱睁眼 起身去玩的他只留下美牙还睡在走廊 偏偏大神赶在这时过来送传乐版 就这样美牙豪迈的睡姿被尽收眼底 一定被隔壁的大嘴破看到我睡在走廊了呀 你却见你的美灵形象却都毁了 光在走廊睡觉这时还没完 之后小葵更是变本加厉要在走廊才肯吃饭 虽然不知道这走廊究竟有何魅力 但一家人还是很迁就小葵的喜好 对于马铃薯来说缺点就是不能看电视 偶尔不看电视也不错呀 的确可以换个气氛的 广志虽然嘴上是这么说 但隔天晚上还是满回了延长线 这样就可以满足马铃薯看电视的需求了 为了让走廊更有点佳的氛围 父子俩还对墙周围进行简单的布置 你们父子俩也未免太夸张了 对了把衣服也拿在这里 就可以马上换衣服了 再说大神也深知自己上次很失礼 这天一大早就拿着礼物灯门道歉 结果看到的画面比上次更为炸裂 野人家已经彻底定居在走廊了 小心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我离家出走了 你可以告诉我 你再去哪里比较好吗 尽量离这里近一点的地方 究竟发生了什么小心竟然离家出走了 而事情的起因则是因为一块布丁 这天下午三点 马铃薯又像往常一样准备吃点心 正准备胎动时一股强烈的尿液起来 然而就在马铃薯去上厕所的期间 午睡的美牙却在这时睡醒了 刚起床的他正好想吃点冰的东西 就这样桌子上的布丁就被盯上了 待到马铃薯满心期待地回来时 桌子上只剩下一个空盒子 正当马铃薯要当面质问美牙时 不存想去被美牙先发制人了 原来是这臭小子又在房间里乱涂乱画 并且还把美牙的裤衩子套小白头上了 说罢便出手狠狠招呼马铃薯的小屁股 不仅布丁被吃掉还挨得顿毒打 此时的马铃薯可谓是憋屈极了 正好这是电视放着关于家庭问题的剧情 女子迎挨了母亲一巴掌 一气之下就要离家出走 见此的马铃薯备受补武也要离家出走 在此之前还得做好准备工作 不仅要带零食就连喜欢的玩具也要一并带走 一切准备就绪后还跟小白进行了告别 鉴于独自一人离家出走有点害怕 马铃薯强制性地带着小白跟他一起 而在离家出走后他却不知该去往何处 所以干脆找附近的警察叔叔询问意见 你不是小心吗 你不要靠过来哦 这么软弱的警察伯伯就是令人担心 玩闹过后警察询问他有何证事 当听到马铃薯此行是离家出走时 警察叔叔以为他在开玩笑并没有放在心上 并且很快就接到报警急忙赶去处理了 而在警察叔叔走后电话再次响起 我是野允星之助 我喜欢吃小熊饼干 妈妈现在去买东西了 警察伯伯也出去了 烂死我了 与此同时美牙也正好路过这里 若换做平常马铃薯肯定上去相认 可现在他媚心认为妈妈不喜欢他 对了 还要帮小新买块蛋糕 听到妈妈还在惦记着自己 马铃薯瞬间放弃离家出走 最终只有小白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而应景电视的结局也是母女俩重归于好 这绝对是小新外公最射死的一次 正经一辈子的他差点被这爷孙俩毁了 自从九州的外公外婆来到野员家后 外公每天早上一到五点钟就准时起床 可怜的父子俩被他强制叫醒喊来做体操 由于美牙他们起得没那么早 做早餐的重担则落到了外公身上 餐桌上马铃薯像往常一样没个正行 并且在他的引导下外公都被带歪了 你把吃的东西拿来玩 都是你已经要我的 一气之下外公就对马铃薯展开追击 嘴上说着要好好教训这家伙 结果在马铃薯的一步步又倒下 外公也感受到了野员家的雪崩攻击 这是你女儿的节奏 而随着睡醒的阿盈也加入早餐行列 两个老头子又开始针锋相对了 双方还没聊几句又开始争吵起来了 直到美牙他们被这动静声吵起 两个老头子这才停止争吵 趁着马铃薯今天不用上学 外公决定带他去国立博物馆参观 怎料刚说完就被爷爷否定了 直言去那种无聊的地方不如去元素玩 那里有一大堆年轻漂亮的姐姐哦 江小星这个年龄的孩子 应该先给他一点道德教育 你装教育啊 我说的是道德教育 最终经过马铃薯的提议 两个老头子同意了通过猜拳来决定 由此可见最终还是外公获胜了 但是参观博物馆挺枯燥无味的 所幸马铃薯这家伙挺会找乐子的 主动模仿跟他相似的图偶引的阿盈哈哈大笑 之后的爷孙俩也是没有闲着 眼瞅着博物馆的前台小姐有几分姿色 说着说着阿盈就开始动手了 这突发情况使得前台小姐失去重心 虽然关键时刻外公及时出手将其拉住 但这也使得前台小姐的裙底漏光了 博物馆其实也蛮好玩的啊 小夕 带姐姐穿什么颜色的小颗颗 嗯 粉红色的 羞愧的外公也没了兴致准备回家了 他认为跟这爷孙俩在一起准备好事 可由于太久没来外公不太认的路了 一时间他竟不知该往哪走才好 就在这时他注意到前方抽烟的不良少年 职业病使得他忍不住上前训斥 要你拐呢 老头子 你这个落伍的笨老头 两人的嘲笑使得外公陷入自我怀疑 或许真如他们所说自己已经落伍了 与此同时的爷孙俩正好路过这里 小心啊 你喜欢你九州来的外公吗 喜欢 真的有点多说我还是喜欢 你也要不离上